中国女排晒出了一则视频 那就是近期帮助天津女排夺冠的袁新月 她为2021年的自己写了一封信 在视频中看到袁新月也是为自己做了小小的总结 但是她也为自己的未来做出鼓励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都说了些什么 2021年的袁新月你好 2021年你遇到了很多事情的改变 也做出了一些选择 看到了你的纠结改变和成长 事情的发展夹杂了很多遗憾 但是我仍然希望你能够勇敢的走下去 未来不管选择了什么都能够相信自己 做最好的自己 加油 看来在中国女排郎平卸任后 袁新月也是对自己之后的道路有了一丝迷茫 在为自己2021做出总结的同时 也让大家不时的想到2021年袁新月的表现 她确实遇到了许多事情 毕竟女排在2021年不是那么的完美 郎平的最后一战 也稍许让女排的姑娘们留有遗憾 这一系列的事情其实也是让袁新月快速成长 她的心境也发生了一丝变化 特别是她视频的结尾 一句未来 不管选择了什么 看出了她对自己往后的道路出现了动摇 2021年袁新月经历了身份上的变更 八一女排的解散 让她的内心缺少了什么 作为郎平一手带出来的优秀女排运动员 面对东京奥运会的施力郎平的离开 队友朱婷和张长宁的暂时休息养伤 她仿佛没有了主心骨 但也是在2021年袁新月帮助天津女排 夺得了全运会金牌 随后离开比赛前往北市大专心学习 让自己沉浸在学习当中 平复自己不平稳的内心 从袁新月回归校园的选择来看 她陷入了人生当中的迷茫期 自己最敬重的恩师离开 平日里好姐妹的养伤离去 到底是选择继续排球事业 还是选择好退路 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铺路 其实这都不重要 毕竟在奥运会之后 郎平卸任女排就没有了精神领袖 女排运动员都是郎平当年 一个一个挑选出来的 她们在自己本来的人生轨迹上 并不是那么耀眼 是郎平帮助她们认识到了自己的优点 一点点的完善自己的短板 才有了中国女排的辉煌时刻 现在袁新月的选择 其实也是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大家都知道运动员比赛的黄金年纪很短暂 而且在高强度的比赛中 还面临着受伤与精神压力 随着近期女排主帅选人的消息 我们也是期盼着中国女排可以重新回归 突破奥运会上的阴霾 重新获得荣耀光芒 可是我们并不能去道德绑架这些姑娘们 因为她们已经为中国女排付出了自己的青春 如果袁新月有着自己更好的选择 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去祝福她 袁新月现在也是拿到了联赛冠军全运会冠军世界杯冠军和奥运会冠军 她的排球生涯还算是圆满 如果现在好好学习深造之后出国留学 我个人认为她也会是一名优秀的人才 在说不定她出国后补充到了更多的知识 回来任职教练也说不准 而且我们还是要对女排的希望永远不灭 老话说得好 江山被有人裁出 老将的离去代表着新时代的展开 相信这次女排主帅敲定后 会有更多优秀的女排姑娘们站出来 让中国女排重新站上世界之巅 最后也是祝福女排有好的未来 袁新月也能在2022年确认自己的人生方向